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大盤又再繼續的下跌 而且今天這個跌 可能大家就比較有感覺了 因為每次都是開低走高 要不然就是這個大盤在跌 還有一些個股在漲 你就覺得說這個盤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今天的問題就很大了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AI股的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當然我是希望說 在現在目前這個為止的大盤 手上有很多的股票 我相信你都已經看到他在盤頭了 那這些盤頭的股票 投資朋友你該怎麼去看待 這非常的重要 又有哪些股票 那我今天也特地 希望把這些比較嚴重盤頭的股票 總共有25檔 把這份研究報告贈送給你 你只要填寫我們的表單 或是撥打我們的諮詢專線都可以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我說過我不是一直在送的 我們這個都是有期限的 因為我們人手必盡有限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看到節目 你可以趕快打電話來索取或是填寫表單 千萬不要再被這些盤頭股 會怎麼樣讓你賠得很慘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個股 個股的部分在9月8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了 頂天這個叫做雙缺口 主力已經有出貨的壓力了 結果今天繼續往下跳空 那就非常的明顯 主力是在壓低出貨 他也是說他該出的就差不多了 所以很多的個股我已經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主要是主力融資所單的這些個股 你要特別的小心對不對 因為如果股價一直在跌 連主力本身他都有要趕快出的這個壓力 為什麼 因為融資有維持率的問題 他不可能把自己搞到融資斷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個股的話 你自己要好好去思考 趕快該怎麼做 要當機立斷 千萬不要再去等了 那再來情城 這個是什麼 AI的伺服器的機殼對不對 那今天出現了一個光頭的中黑K的跌停 像這種股票 也許他還會在盤 但是這個盤 不是要讓你什麼逢低買進的時候 而是要任何反彈你就要去占賣方 未來他的走勢就是不是盤就是跌 其實很多的股票 我在節目當中跟你講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還沒有發生 所以你就不會去認同說 這個真的會跌下來嗎 那每一檔股票 我跟你講不是他馬上要跌 我說過很多股票他會盤 在這個盤的過程當中 就是代表不是法人再出貨 就是主力再出貨 所以你手上有這些多單的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不是說一定要等到他連續大跌了 或是說跌破了前波的低點 你才開始緊張起來 這個AI股不就是這樣嗎 投資朋友 8月份我一路跟你講AI股要小心 對不對 那可能很多投資朋友聽不下去 因為AI股好像又沒破前低 對不對 好像認為有希望 那結果呢 投資朋友當今天跌破前低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的AI股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大家心情又不一樣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好 再來就是什麼 飯權在這個地方 像他這個 這個之前我也講過一檔股票 對不對 我說他高檔出現了三次的中長黑 你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主力他代表正在獲利出場 這個賣壓 應該未來會越來越大 那再來就是萬債 這個之前也是我跟你講過 對不對 結果的一路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他反彈 很多人就會 因為被引誘在那個反彈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以為又要再來一次了 認為說這個地方是不是 這個強勢股拉回之後 應該可以找買點 結果呢 弱勢反彈之後 今天又跌破了這個關鍵點 所以你要小心 他是不是弱勢的反彈 已經結束了 千萬不要等他又再跌一波 你才去承認他已經結束了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在跟你規劃的一些行情 不是說你等到看到已經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你才覺得這個地方已經不對了 其實你的損失都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就非常的可惜 那我也希望投資朋友你在這一波 如果你有聽一下曾鴻所講的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你的手上 應該是沒有套的股票 那甚至於你有躲開這一波 因為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了這個東西 還記不記得 我說那個47天的大量套牢區 我已經講了多久 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每天大盤在跟你解的時候 我那個框框一直在框給你看 為什麼要框給你看 因為就要告訴你嘛 告訴你什麼事實 這邊的量說怎麼樣去化解 就是怎麼樣去去化解說前面那麼大量的套牢區 我說那是不太可能的 你要想清楚這一點 尤其上個禮拜 很多人在跟你喊什麼 選舉行情 對不對 我說這個盤 這個因為要選舉 這個總統大選 盤絕對不會跌下來 我要跟你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現在才9月份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 我上禮拜才跟你講說 現在才9月份 一直撐撐到明年的1月中 你覺得可能嗎 撐了4個半月 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後這是第一點嘛 第二點是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大跌 也沒有連續的下跌 所以有套的不想賣 有短套的也不想出 對 那籌碼越來越多 越累積越多 那怎麼樣去撐到4個半月勒 這不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嗎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啊 我說你在這個地方你自己要看清楚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大家講什麼籌碼穩定有沒有 那現在告訴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應該很清楚的吧 從那個AI股 你就應該是非常的明瞭了 AI股最近不是亮縮嗎 大家都說叫做籌碼穩定嗎 那今天破前低之後 還叫做籌碼穩定嗎 這就是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說技術分析啊 很多人只會看那個形態 完全沒有把很多東西的因素再考慮進去 那就會怎麼樣 天差地別了 所以為什麼像今天投資朋友你來看 我們的大阪現在已經變成怎麼樣 先跌破了上升線 再跌破光頭的黑黑低點 這個很重要 因為當初的光頭的黑黑低點 他是守住的 就那一根的中長黑之後 隔天就開始往上一直反彈了 對不對 往上漲 可是今天又跌破了 這就是不對的地方了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避開這一波的下跌啊 你下次才有資格來談選舉行情 會有選舉行情 但是不是現在 我說過了 一定是先殺一波再說對不對 因為啊 用下殺才能夠去洗籌碼 如果你一直撐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不願意出 我想請問你怎麼樣去洗籌碼 那籌碼洗不出來 誰還願意去拉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啊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你自己能不能去想通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去避開啊 這些所謂的盤頭股 我是不是在跟你講 我們在放空的股票 就是鎖定那些盤頭轉落破線的股票 所以有些盤頭股他還沒破線哦 那這些正要破線 甚至於以後可能會破線的股票 是有哪些勒 我希望你能夠把這份名單拿到你手上哦 但是你拿了之後不是叫你馬上去放空啊 投資朋友 因為這些盤頭的股票 他有時候還會反彈哦 你要第一個 你可能要利用他反彈的時候去放空 有時候呢 要看到他轉落 你才能放空哦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當然他就跟著曾鴻做是最快的了哦 所以為什麼當初我在跟你講說盤頭破線股有沒有 還有什麼弱勢的破底股哦 這兩個是我鎖定的 那到現在你應該可以聽得懂了吧 所以很多事情我說過啊 投資朋友不要用時間去證明 等到你用時間去證明啊 你都已經賠了一大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這個 跌的股票都是跌什麼 跌那些所謂的熱門股有沒有 包含像什麼廣運啊 萬債 秦城 甚至於像什麼趙元啊 飯泉 我們機態不要算嘛 因為那個發生什麼 地層下陷 好我們講什麼 台藥 索羅門 威勝 技嘉 協議機 頂天 海運電 男子電 齊鴻 華美星 包含像菁英 波羅威 投資朋友這些不都是熱門股嗎 我希望你手上是一檔都沒有 對 投資朋友 因為你現在一檔都沒有才有資格 未來我們再來講什麼 第一個你可以去空那些盤頭的弱勢股 你可以先賺一波 賺完一波之後咧 我們再來怎麼樣 等到真的有選舉行行來了 我們可以反手做多啊 那時候你不是都資金滿滿嗎 所以投資朋友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趕快把你手上那些有問題的股票 趕快先當機立斷 就像是我們在放空的這些股票一樣 我說過啊 我回補不是代表他以後會一直往上噴 而是我們可以把資金轉到更快能夠獲利的股票 包含像你看這個廣運 廣運在這個地方投資朋友 不知不覺啊 又已經他已經跌了30幾%了 你看他從最高到這邊來 他雖然反彈之後對不對 開始在那邊晃晃晃晃 晃到最後咧 你以為說這邊叫做籌碼穩定 這量又縮了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跌停板 他已經出現了倒撞反轉 倒撞反轉我已經跟投資朋友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叫做強空的反轉型態 你千萬不要開玩笑 所以這地方你要提防什麼多殺多 那當然啊 我們家族的空單 當然會給他繼續的爆下去賺下去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想不想跟著我們一起這樣子 而不是每天做多在提心吊膽 連你怕那個連你怕 怕一些有的沒的 一下怕這個美國的NVDR的股價會跌 一下又怕美國的FED又要講什麼 利率的問題有沒有 然後接著下來又要講說 現在我們目前的整個 景氣的循環又是如何 你每天是不是都怕這個 那要不然就怕這個股的營收報告又不行 投資朋友那不太累了嗎 那我們像這樣子放空的話 你看不管他怎麼震盪 他是不是又下來了像威盛 不就是這樣子嗎 而且他這一次是第二次跌停了 之前是在8月中出現跌停 好在那邊盤盤盤盤 盤完之後 不好意思今天又出現第二次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而且他跌破的上升趨勢線 第一次的跌停 沒有跌破上升趨勢線 但是這一次有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要以為 之前跌停 有反彈 所以這次還會再來一次 請拍謝 可能沒有了 當然 我希望投資朋友你手上是沒有這檔股票了 所以很多的股票都是我事先跟投資朋友先提醒的 包含一下文貌 好我當初在空169說過啦 這一波集團有沒有 很多人又去搶了對不對 我有沒有補 沒有 因為我們空的很高啊 我幹嘛要去補 所以我們就不用補他 我就等他下來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啊 他反彈結束之後 連續的5黑K 對不對 今天收盤137.5 我們不是空彈穩穩的在那邊等著賺嗎 好再來熊獅也是一樣 有沒有 熊獅啊 他跌下來說還個弱勢反彈 又在那邊盤 盤了之後勒 不是跟AI股一樣嗎 又破底了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啦 你手上的AI股是不是就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我當初在8月份的時候 幾乎每天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叫做 財經及時通 你可以去看 我幾乎每天都跟你講AI股的問題 不知道有什麼人可以聽得下去啊 當然我希望你手上是幾乎都跑光了啦 可是我相信還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跑喔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你在這個地方有什麼股票 還在做投行情的 你真的真的這個地方你一定要避開喔 那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現在要趕快跟著真紅 好好的來賺這一波 這一波絕不會這樣子啦 就結束了喔 當然這個地方還會有反彈的時候 但是呢 每次的反彈就是你要賺大錢的時候 不是做多賺大錢 而是什麼 做空要賺大錢的時候 等到這個地方跌到 真紅跟你講 選舉行情要來的 那時候的翻多啊 我相信啊 你手上的那些空單啊 已經賺得飽飽了 對不對 到時候我們再來翻多 投資朋友 那不就是兩頭賺了嗎 而不是兩頭賠啊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你自己啊 現在好要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做 而這份資料 你一定要先拿到喔 我說過喔 我不是一直每天在跟你送 我們的服務人員是有限的喔 如果很多人登記了之後 已經超過我們人員的負荷量 我就不再送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今天有看到的 節目的 趕快 拿起你的電話 甚至於呢 如果說你已經超過晚上6點半你才看到 也沒關係喔 那你就趕快填寫我們 影片右下方的一個 顯示更多 點進去之後 填寫表單 我們的服務人員 也會來幫你服務 把這個資料 贈送給你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不要忘了喔 趕快來拿這份名單喔 先拿先贏 我們 明天見喔 本公司已往前七下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以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券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寫先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得實地操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請教育 請教育 請教育